去美元化 各国正在行动 与联盟破产对比 更可怕的事情是目前美元信誉遭遇了严重危机 全球各国正在去美元化交易 为的就是避免美元信誉破产后带来巨额损失 4月5日 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新一期节目上表示 目前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只能归咎于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发动的经济制裁 抨击这群疯了的决策者做了件最辱莽也最具破坏性的事 即先用通货膨胀破坏美元的稳定性 再将其武器化破坏它的非政治性 聪明的外国人已经开始抛售美元了 因为美元不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 而是一种可以随意用来对付任何持有者的政治武器 塔克卡尔森表示 更可怕的是当美元被拘之门外时 人民币政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卡尔森怒其不争地说 自己去年就警告过美元要做好失去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准备 但当时我是在逆风咆哮 去年卡尔森在美国伙同西方盟友一起制裁俄罗斯时 就对美国政府发出了警告 去年3月时卡尔森就预言 警告拜登政府自以为是的经济制裁会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就会发现这一制裁将促使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土耳其等国加速逃离美元 而这些国家占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 这可能是历见美国总统对美国做过的最鲁莽 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卡尔森表示 一旦美元武器化 美国政府可能会侵犯外国人拥有的合法美元资产 从而劝退各国以及投资者持有美元 储备货币是避险资产 必须保证其非政治性 而美国政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同样正在远离投资者的轨道 卡尔森的警告 却仍然不愿意揭露美元正在抢劫全球的事实 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的核心货币 已经有将近80年的历史中 总共发生过三次收割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第一次是收割拉美 第二次是收割日本 第三次是收割东南亚 而利用的正是美元潮汐这个工具 美联储通过一轮减息与增发美元的过程 将大量美元释放到各国 促进当地经济繁荣与本币增发后 在通过加息的过程抛资产逃离 通胀留给本地 美元带着利润回到美国 一轮轮的收割促进了美国经济新兴向荣发展 美国的这种行为已经被大家深恶痛绝 然而美国并没有止步于此 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还发明了一个QE工具稀释美债 而在2020年因为疫情开放了无限量QE 目前还正打算把美国政府的国债上限 从31万亿美元提升到51万亿美元 如此丧心病狂的行为正在发生 卡尔森确实预见到了美元 因为肆无忌惮的透支性 即将遭遇被全球抛弃的命运 但他确实为了美国利益而代言 并没有真正去反思美元 作为一次次收割全球财富的工具 被全世界带来的深深的伤害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麻烦 尼克松时代的美国钱财政部长康纳利 曾经说过的经典名言 当时布雷登森林体系即将崩溃 美国准备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参与该体系的西方大国在无奈 震惊与不满中极度无奈 却又只能接受现状 因为此时的美国在全球 已经是一手避天 即使越战失败 却仍可以支配全世界 俄乌冲突中 美国再次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美国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美元储备 而这操作是为了造成恐慌 让俄罗斯民众挤兑 并促使俄罗斯信用破产 作为战争行为 这似乎也属于正常操作范围 但美国这次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让各国担心起本国的美元储备 这就如同一场瘟疫 因为作为经典案例 实施一次后就会上瘾 就像美元收割全球财富的模式一样 卡尔森认为 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拒绝使用美元 那么这些不是以收割财富方式回来的美元 将会导致美国物价飞涨 社会秩序崩溃 几十年来 美国每次都能在战争的巨额债务中全身而退 因为美国有全球储备货币美元 但这次俄乌战争 却可能是美元有实力支持的最后一场战争 美元信用带给全球的冲击 经历了疫情与战争对经济的冲击之后 全球各国再也经不起折腾 已经忍无可忍 已经开始用脚投票 3月28日 东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 正式会议在讨论了如何 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 涡元 日元和英镑的依赖 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 3月31日 巴西外交部引述巴西贸易和投资促进局的一份声明宣布 巴西与中国达成协议 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 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东盟 印度和阿联酋 南美内部 以及沙特 伊拉克等国 甚至美国核心盟友欧盟内部 纷纷开始采用本币结算双边贸易 加上早就因为制裁而选择本币交易的俄罗斯 确实如卡尔森所说的 这些国家占据了全球贸易的半壁江山 巴西 巴基斯坦也宣布将采取劣势的措施 沙特现在成了中国主要的商业伙伴 就连法国都在新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除了本币交易 另一个风向则是人民币国际化 俄罗斯已经宣布将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使用人民币开展业务 因为俄罗斯卢布的国际结算系统实在是太弱级了 必须借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来谋求 SWIFT绞杀下的俄罗斯国际贸易发展 俄乌冲突中西放国家制裁意外的 让人民币跨境支付开始火热起来 截至2022年前三季度 CIPS累计处理超过70万亿人民币 同比大增21% 中国早在2012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十几年过去了 人民币国际化始终是不温不火 支付份额区区只有百分之几 这次美元信用破产或将为CIPS带来意外之喜 目前的美国CPI高涨 已经多轮加息却仍然无法控制通胀继续上涨 而继续加息这可能将银行和多家金融机构推向破产 因为没有汲取2008金融危机教训的 美国金融机构仍然在用金融衍生工具操作美国国债 长期国债利息正走向倒挂 短期国债利息暴涨 这些投资长期国债的金融机构面临爆仓破产 无落偏逢连夜雨 风雨飘毛的美国已经急不可耐 各国去美元化就是用脚投票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的美元资产还能保证安全吗 中国的美元资产主要分成两块 一块是美债 另一块是美元储备 美债就是美国发行国债向全球借债 大家投资美债就是看好美国长期发展后兑现利息 但美国的国债上限越定越高 无穷无尽 即使用现在的美国GDP全额都无法还上美债 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已经接近31万亿美元 并且准备Q利到51万亿美元 是不是已经资不抵债了 这个美债的利息每年就已经超过了5000亿美元 超过全球160多个国家的GDP 另外必须要知道的是 美国法律也还规定了 当美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时 美国不再偿还外债 并且冻结所有债全国在美国的资产 现在美元信用正面临破产 要是美国真的不再偿还该怎么办 那就趁着美债还有人要的时候赶紧抛售吧 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16日报道 中国所持美债降至8594亿美元 创2009年5月以来最低点 2022年全年债共减持1730多亿美元的美债 2022年减持美债的国家除了中国外 还有俄罗斯 日本 沙特和巴西等国 其中日本从1.27万亿美元降到了1.15万亿 不过今年1月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又略微增加 日本目前已经是美国国债的头号外国持有者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 我国抛售美债的操作并未停止 经过相关专家预测 今年年底我国所持有的美债数量将会下降至5800亿美元 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未来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向美国示意援手 除了减持美债外 中国还有美元外汇储备 截至2023年2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332亿美元 我国法定流通货币为人民币 美元并不能在国内直接使用 但这些美元也是中国的财富 是可以用来投资够增值的 而据国外媒体报道 中国正在悄悄的美元资产换成人民币 3月2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称 中国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 总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这个经由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还要多 IMF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贷款往往还伴随着干涉内政 资源私有化等过分要求 中国的贷款没有那么多附加条件 而且还款方式比较特别 纽约时报称找中国的贷款的国家海款 是用人民币偿还的 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的比例 甚至还高于美元 这种让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操作方式下 中国不知不觉地就把美元外汇给处理了 另一个则是人民币正以一种悄悄的方式 走向国际并回流 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达成美元潮汐回流模式 对纽约时报这一报道 彭博社 CNN等多家西方媒体突然明白过来了 中国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去美元外汇储备 而整个西方却浑然不绝 垂报美元信用 中国早已是先行者 且看美元信用能坚持到何时不崩盘 我们下来给周围企业 有一个相机的课心 小准穩 我们下来给周围企业 做李儒外的课心 但我们下来给周围企业